Lion聊世紀 天天如可星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條盾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黃金谷比賽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條盾 最文明的 條盾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農田相當便宜 他的折扣是有減少40% 那條盾人的騎士跟步兵 近戰防護率也是特別高的 城堡時代加1 地龍時代加2 所以整體來說他算是一個坦克型的文明 但是條盾人的遊俠是沒有跑速的 所以會跑得非常非常的慢 那他的天地就是這個立陶宛列提示 那這一把他遇到是波斯應該是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方波斯這個文明 那波斯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黑黑時代開始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就會提升5% 那這5%的加成是包含你點這個織布技術 輪軸手推車 生產村民生時代 都可以吃得到的 所以波斯人在前中後期 經濟都會處於一個不錯的位置 那這部分也是要一直讓他TC不斷 才可以讓他經濟很好 所以波斯這個文明 從絕地版剛出來的時候 鐵空熊就推薦我去練波斯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波斯可以練習你3TC不斷村 而且可以讓你 如果你這樣講好了 如果你波斯3TC不斷村的話 那基本上你玩其他文明 你要斷村也很困難 所以我是認為波斯這個文明 是非常適合新手去練的一個文明 雖然他TC城鎮工作效率會變很快 讓你肉類會補得更緊張一點 但如果你波斯能穩定練起來的話 其他文明也就穩了 他是不是用TC把這個豬給射死了 波斯開局讓一豬 我的天 這個古妙 然後最近我看了一下戰機王 波斯的勝率來到了前三強 第一名是波西米亞 第二名有點忘記了 那我只記得第三名是這個 第三名就是波斯了 波斯這個文明真的是蠻厲害的 他最近改版呢 改了比較多東西 是把他原本的遊俠變成這個 薩瓦爾騎兵 雖然比遊俠的血量少15G血 遠防多了一點 但攻擊速度快0.1 比遊俠還快0.1 而且波斯人的薩瓦爾騎兵升級 造這個黃金跟肉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覺得波斯人的薩瓦爾騎兵 到了後期需要重裝騎士這種情況下 升上去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波斯人呢在前期 算是很容易被打倒的以為名 因為他的老頭呢 沒有475救贖思想的關係 所以波斯人基本上活過城堡時代之後 勝率就會大幅提升 而且波斯人現在城堡時代也可以 偶爾去按幾隻戰相出來壓壓金 畢竟有免費的相夫跑得比較快了 但是還是要特別注意城堡時代初期的老頭壓制 所以波斯人在城堡時代初期 我會比較建議先打個弱馬 或騎士或是工兵 作為防守還有投資車 之後呢再看情況 要不要轉出長槍兵啊 如果不需要的話直接轉大象 也是可以考慮的 這個是波斯人的一個小小玩法 大家參考參考 並不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每一場的比賽一定情況都是不同的 所以以上這些打法就是參考 那波斯人最近 也可以去打算打這個馬弓了 因為馬弓路線呢現在城堡時代 可以提升這個安息人戰術了 所以如果你在波斯 波斯的城堡時代呢打這個馬弓 還可以接續你大象的打法 因為馬弓本身有安息人戰術之後 對長槍兵就會額外增傷喔 所以如果你出大象 對方出槍兵防守就會很困難 除非對方出老頭 但是你的馬弓呢 有機動上的優勢 又有這個射程上的優勢 去點老頭的話問題也不是很大 所以波斯現在馬弓配大象 是一個非常噁心的打法 那我們前幾天 道特有示範過 那個大象跟馬弓真的是完全解不了 只能用GG全解 直接關掉遊戲就解光了 真的是太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這一把的選擇 這把選擇兩邊是打一個18P 升到封建時代的升級 挑戰這邊是20P的一個穩健式的 上去喔 而且是打了一個棒棒前壓 這個棒棒前壓還是補在了前方喔 這個均勻放在前方是非常大膽的 那打葵射箭場也可以直接射在這個上方 直接上高地也可以喔 那我們前面看到波斯這邊轉的是肉馬 那肉馬解冥兵的話傷會差了一點喔 所以打葵可能要轉出更多肉馬 直接往前A 或是補一些長槍兵去補傷害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我覺得還是要按幾隻槍兵喔 平均人家還是冥兵 這裡也沒有身裝甲 OK 按了一隻槍兵 來看一下這邊的棒棒 唉唷 這一村被拿掉 我剛剛想說這一村被打了很多下 OK 這裡肉馬互相換掉 但是對方三隻民兵傷害還是太痛了 人家基本攻擊力就是四攻喔 雖然現在是五攻 好 現在這樣不復打 拉了幾村去暴打一波 這邊也拉了一村繼續打架 這個民兵已經超級划算喔 換了三隻肉馬 但這根箭塔也是被建立起來 條盾果然在前方補下這個射箭場 但這個射箭場可能會被Post給圍住 造成沒有辦法正常生產這個弓兵的部分喔 那Post這邊還是要趕快補下射箭場 別人沒有射箭場的話 待會弓兵出來 他也是擋不住 而且這裡轉弓兵 或是轉矛兵 都可以打這個棒棒 長槍還有弓兵都是可以打的 那還好他的這個伐木場是在最下方這裡 他繞到這裡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喔 這邊稍微微一下黃金 這個是想要幹嘛呢 插一根箭塔 跟我想的一樣 好 這根箭塔感覺還不錯喔 可以稍微收到果子 但果子已經快要吃完了 這邊上億人再吃啦 太多人再吃了 這吃很快了 等他插完這個果子也差不多吃完了 好 那Post這裡沒有打算再殘幾隻肉碼嗎 對 這應該要再按幾隻喔 那為什麼這裡要補肉碼 最主要是這邊補肉碼的話可以打多線 不管你是要去抓他 或是打對方家裡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會有一個缺點喔 就是你的肉會按得太多 導致你上城堡時代會太慢一點 欸Post把剛剛那隻肉碼取消掉了是不是 現在又補了一下 哈哈 那這邊毛筆 可能還是要繼續按喔 那剛剛應該是看到會斷村喔 所以決定先取消 好 這邊肉碼出門 稍微run一下 但是外面完全沒有東西 但Post這裡也沒有 把這個射箭場給圍起來 這個就蠻神奇的 反正是想說人家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喔 要圍起來不切實際 而且裡面如果存弓兵的話 還有可能會被射死喔 好 那看來Post打算要 然後手撕射箭場 好 這根劍場建起來 條盾開稿策略有點搞到一點東西 那兩邊應該不會繼續打了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了 可以工兵錯回家 也不用回家啦 稍微繞一下 去繞外側 右邊繞不進去 那就換繞左側 安波斯也知道 他準備要過來了 這邊趕快開始圍 好 看一下這一波 毛病 先攻擊掉了殘血的棒棒 後面棒棒血量很少 要不要先打一下 這邊打算要先找 看一下工兵有沒有在這 怕直接溜進來 所以不理 好 看到沒有走過來 就決定 收掉後方的棒棒跟槍兵 開始追逐對方的工兵了 那 調整前方的工兵 應該不會再繼續按了 看來封建時代就差不多 好 那這邊肉麻 果然還是繞進去 有機會收掉這隻村民嗎 殘血跑回了城鎮中心 好穩好穩 Post這一波 賺到的天頭兵不多 好 稍微護集一下 OK 換掉了一隻殘血的村民 那這個就是 為什麼封建時代 還是要按肉麻的原因 就是肉麻真的是比較 能快速 去傷害到對方村民的一個單位 而且繞進去的話 就可以始祖給對方一些壓力了 好 那看到家裡 應該是沒問題 家裡也是守得好好的 好 這隻村民 解掉肉麻 家裡的肉麻都已經解乾淨了 波斯這時候 點下了城堡時代 時代差距大約為30秒左右 那一升城堡 波斯看起來是想要打馬就 把這個騎士開 那條盾這邊升城堡 應該也是打騎士了 沒意外的話 OK 反正是博物夏的騎士 然後為什麼條盾不打工兵 主要是因為打工兵的話 現在射箭場投資在外面 你回去他再補一個 而且他補雙射箭場 攻堅數量才會多 那攻堅數量多 還要點這個彈道學 二級射啊 還有這個 欸 其他科技啊 反正就是要投資太多東西了 而且就算投資到最後 也不能升到強弩 而且工兵數量就算保留下來了 待會波斯人升到薩瓦爾騎兵喔 打工兵傷害的額外增傷是非常多的 所以通常 條盾喔 只會打一個不騎作戰 那這個騎兵配上長槍兵等打法 是比較常見一點 當然工兵你要在城堡時代打 沒什麼太大意見 當然就是要轉變的時候 就是要轉快一點喔 雙射箭場還要補 那對於條盾這邊已經投資了一根劍 射箭場的情況下 所以就不會再補第二個 我剛剛講過 那這邊老頭怎麼 衝到前面就送掉了呢 一眼不合就開送 好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被這個箭塔碰著 好 稍微收穿 然後用這個城鎮中心的傷害 去解掉這個亮塔 好 條盾的騎士壓制非常好 而且條盾的騎士呢 擁有這個自帶抗招響的效果 當然不只是有他的騎士喔 是全部的單位都有 而且這個能力呢 還是團隊加成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害怕被對方的 當老頭招響的話 你可以考慮讓你的隊友選個條盾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條盾後期 農田可以撒得非常快 早點轉出遊俠或是槍兵喔 對戰士上來說都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很多人來說 我覺得在團戰比賽裡面 是一個很不錯的文明 好 那這邊看到波士這邊轉肉馬 OK 這邊肉馬穿得還不錯 那轉肉馬的話 現在可以去抓點弓兵或是抓老頭 那這邊用意應該是要去抓老頭 弓兵應該是順帶的 有看到就抓 沒有的話就抓老頭 那為什麼是出肉馬去抓老頭 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他現在是被壓制住的一方嘛 那因為他被壓制住的關係 現在暴兵回去 而且他又是3TC開農 肉量本來就不是那麼的多 而且打騎士的部分 防禦率本身就是輸人家了 那不如就出個肉馬去抓一下老頭 阻止對方撿生物回家 就差不多了 然後自己再開農起來 升到地龍時代 或是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在中間插一根城堡更重要 然後轉出更多的槍兵阿 或是駱駝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波羅斯我們一直有講 他是擁有遊俠 又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雖然他現在不是遊俠 但是他的重裝駱駝 在這個情況下來說 還是非常適用的 那如果要出駱駝的話 那就勢必要先把對方的老頭給抓掉 所以現在這邊出3隻肉馬 是有他的含義在的 OK 我剛剛解釋這麼多 就是為了大家 因為我們觀眾比較多都是 娛樂玩家居多 所以就是不是那麼的熟悉 世紀帝國的部分 所以有些細節放上的東西 我還是會補充詳細一點 當然有時候還是沒有補充到 但偶爾想到還是會講一下 好 那這邊長槍兵升上去 波羅斯這邊升長槍的好處是 支援的消耗 不會這麼的兇猛 而且待會出駱駝啊 或者是出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騎士啊 薩瓦爾騎兵之類的 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重裝長槍兵的 省資源是省很多 如果現在這邊投資太多 駱駝的話 還有可能會被招回去 好 但條盾好像感應到了什麼 突然在轉裝甲步兵 OK 條盾的長劍兵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條盾的步兵呢 可以駐進城堡 還有這個瞭望塔裡面 增加 劍塔傷害喔 唉唷 三隻弱馬 直接擠掉三隻老頭 這一波弱馬終於 繞到他想要的東西了 那些工兵是附帶的 最後是收到這三隻老頭 非常的賺啊 好 那這邊三隻弱馬進去 換了一波 看到裡面有修道院 撿了一個生物 當然他不知道是撿了多少個 那這邊已經有看到 長槍兵兵在走出來 波斯這邊看到長劍兵會怎麼應對呢 那以波斯這個文明來說 打長劍兵是對他不利的 雖然他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他只能升到雙手劍兵喔 連雙手劍兵都沒有 真的只有長劍兵吧 反正他的步兵系 是升級上來說是最悲劇的那種 那通常要打長劍兵的話 可能就是要轉騎士啊 或是老頭工兵喔 這三種單位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但是他現在在暗長槍兵 可能會完全打不贏喔 好結果蓋第一根城堡的是條盾 條盾先行在前方插了一根堡喔 好補下了軟甲技術 條盾軟甲技術也補下了 對抗箭矢傷害又更好了一些 那如果波斯打騎士的話 又會被老頭給招降 甚至有可能對方也轉槍兵 配長劍兵的一個壓制打法 好但波斯這邊偷偷直接上了帝王時代 那城堡的部分應該要插在門面這個地方喔 這邊可以高打低 插這裡也可以喔 好像插這裡還可以守石頭 但他這裡沒有想要守石頭 好插在下方的位置 那條盾這邊已經點了縱火技術 準備要上去燒了一波 但這邊進攻時間或許來的太慢了 好條盾這邊想要趁波斯剛上帝王 壓制一下 結果看到正面有根城堡 這根城堡非常多的村民 還有裡面有人在擋 想要直接手撕掉 後面補了非常多的條盾騎士 後面直接五個老頭 開始招降敵方的長劍兵 這裡要不要按波斯彈像 先按了一台巨頭 補了三個波斯彈像在後面 但這邊直接被逼退了回去 後面有非常多的長劍兵 好條盾騎士出來 天生防禦7 喔誇張 長槍兵怎麼打都是一一滴血 而且現在是7加2 防禦9 10攻的騎士打下只有一滴血 他現在加一攻打條盾騎士只有兩滴 所以打這個條盾騎士 還是要靠城堡的箭矢 或是用招降火槍兵 好分適合的 好條盾這邊非常多的長劍兵開始壓制 波斯趕快下射箭場轉出火槍 他剛剛補下的化學應該是要轉火槍 所以火槍開始再出了 好補繼續補大石牆 正面石牆補的很果斷喔 這個環影OK的 好後面這裡也要再繼續補 這裡再拉一條 好補下了手推車 正面巨型頭C開始產出 好按了一隻大象沒有再繼續按了 OK看起來沒有問題火槍出來了 雷伯長劍兵壓制沒有打到REP的東西 波斯算是守得還不錯 要是條盾再快個兩分鐘出門 波斯可能就爆炸囉 這一把感覺是條盾的疏忽阿 好波斯人補下了二級農田 好三頭波斯戰象 給條盾的壓力似乎有點大喔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了 好三巨頭 產出 這邊拆掉一下右邊的射箭場 這邊補下更多農田 待會這裡可以再考慮補玉跟城堡 稍微防守一下農田跟後面的木區的部分 不然就是要往左邊發展 目前村民宿來說是133吋 對上141吋 那支援分配是條盾 是來到了65吋 撒農田 33個人伐木 19個人挖金 那以到這個時間點來說 他挖金的人有點太少了 電龍時代吃金是吃得更兇猛的一個時期 所以這邊挖金可能要再多派一點 可能要讓挖木頭的人過去 因為其實條盾的人他的木頭 在電龍時代並沒有吃這麼多 除非他要打什麼火炮阿 或者是衝車之類的東西 才需要去挖到這麼多木頭 所以以條盾來說 他這邊經濟調配似乎出了一點問題 這邊挖更多的金喔 甚至去點出遊俠 或是這個劍兵勇士阿 產生這個廠槍兵老頭 之類的會更好 絕對不是要更多木頭 這邊更多木頭就有點看不太懂了 OK 那波斯這邊的一個經濟配置喔 開始把黃金坑往前挖 前方使用更多的火槍兵去射擊正面的雙手劍兵 波斯戰將直接扛住了非常多的騎兵傷害 哇 波斯戰將好猛 坦住了好多騎士的威力 哇 血量太多 有掉跟沒掉一樣 好繼續往前 而且波斯戰將攻擊力是有擴散傷害的喔 雖然只有正前方喔 但是 喔 這好像全範圍喔 只是正前方喔 哇 波斯這邊 坦度十足 傷害也OK 好 這個 技戰大軍有點扛不太住 凍裝騎士 還有雙手劍兵 好強 波斯戰將往前 但是老頭第一時間被槍絕了 直接被射掉 但是後方的戰象呢 還在繼續往前 哇 這個被招翔掉的戰象好麻煩 趕快火槍集火一下 射掉 對 射掉就沒事了 這就是為什麼實戰中波斯喔 以前是很難產出戰象來的 因為戰象走得太慢了 而且還要研發金罐才會走得快喔 但是現在自帶金罐喔 戰象出來的可能性喔 就會變得很高喔 好 火槍繼續往前 好繼續拉打 OK射擊 閃射 OK這邊拉打射擊不錯 好 那火槍本身打這個騎士喔 傷害也是很高的 對 雖然被騎士卡傷害很高 那火槍射騎士也是很痛 互相傷害的一個 克制兵種 但條頓在打火槍這邊喔 是稍微有點弱勢的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跑速的文明喔 所以追火槍的時候會更難追一點 好 正面轉出來更多的槍兵戳掉正面的大象 這邊疾病都已經升上去了 近戰防護有0加5阿 坦度非常十足阿 但波斯這邊轉火槍 讓條頓的人不太舒服 只能且打且退 對 後面三巨頭繼續往前 城堡也開始往前補了 右邊補了一根城堡 果然還是有補阿 會玩的人都知道 都想法都差不多的 哪裡危險哪裡重要 好 那往前 這邊往前 看起來是能拆掉 後方這裡所有東西 可能條頓會斷金喔 那目前波斯這個組合打法 比較難產的地方是 出長槍兵可以戳掉肉嘛 但是後方的火槍很難解決 那通常要解決的話 條頓這邊可以選擇是 使用火炮阿 或是投石側 或是大量流小 進行包操也是ok的 不然再來堪用一點 出戰毛兵 但戰毛兵沒有三級色 還是別了 現在黃金多挖一點 出火炮更無用 好 這邊又騎士上前包 但是由於沒有跑速的關係 可能直接包住這坨火槍喔 而且這坨火槍 這坨騎兵還會被後方城堡射 那現在波斯還沒有點下金冠禁術喔 波斯城堡還沒有研發好 所以暫時這邊 城堡打的並不是這麼的痛 好 這裡面的巨型偷使機只剩下一台 有機會拿下嗎 應該可以喔 ok這個騎士在城堡下方喔 很好無缺 好 火槍最後還是火了一大火喔 這裡還有29隻的火槍 ok這時候波斯城轉出了重裝騎兵 喔 跟條盾打騎兵 波斯挺有想法的 好 兩邊都沒有打一個多線喔 因為目前條盾知道 左邊他是已經變成大爆尾的部分 要繼續進攻有點困難 右邊的部分直接補了一根城堡防守 好像問題也不大 那條盾現在是轉出了更多的衝車 唉唷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條盾這個經濟配置喔 不是要打衝車 的話這樣子出就不對了 這個經濟配置 結果馬上就轉出衝車啦 但是條盾這個文明很可惜喔 他沒有大衝車 所以一般的裝甲衝車升級而已 這算是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那條盾這個遊俠之餘也很難點下 黃金的部分並不是那麼多 好 這邊想要再回頭補下黃金 那最近有人在問喔 火槍是不是彈道正常 其實是因為我有下載這個模組喔 然後這個CM模擬器喔 終於對於火槍的這個 模組喔 有反應出來了 那現在火槍射擊喔 看起來更明顯一點 好 右邊的衝車開始衝撞成 均勻的部分 那就蓋起來可能也扛不住 衝車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火槍在後面沒人理 這時候其實波斯人可以拉幾隻 重裝騎士喔 去包這一坨火槍喔 因為他是卡在這個黃金的位置喔 更好包抄 但是這邊目前條件是想要維持正面的戰線 因為對面波斯也展出一堆重裝騎士喔 所以剛剛為了要支撐正面的衝車戰場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去包掉火槍 好 那這邊有非常多的衝車開始頂了過來 波斯戰相直接出來 瘋狂亂頂 完了 波斯的恐懼 你想起來了嗎 他是有戰相的文明 波斯戰相持續往前 遇到槍兵也無所畏懼 但是槍兵雖然太多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這邊波斯也是用了自己的槍兵 去反擊對方衝車 衝車又可以修得回來嗎 如果波斯有點金罐的話 打衝車傷害也會提高喔 但是波斯這裡是沒有打算要點金罐的意思啊 有點可惜喔 波斯的金罐技術喔 波斯城堡現在是非常有感的一個 全新升級的方式喔 打這個衝車啊 傷害加3 復兵也加3喔 而且原本傷害還在多加2 好 那這邊看到波斯人 這邊是轉出了薩瓦爾騎兵喔 我們剛剛開頭提到 薩瓦爾騎兵打遊俠的傷害也不錯 畢竟攻擊速度快了一些 但他比較有特色的地方是喔 他只要打強弩喔 兩下就可以死了 不用三下 所以波斯打這個薩瓦爾騎兵喔 主要是針對對方的工兵單位喔 而不是正面的遊俠單位喔 好 正面再開始戳了一下 波斯這邊轉出更多的火槍 開始往前補 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槍兵過來的關係 薩瓦爾跟波斯戰相完全扛不住 好 所以這邊步騎作戰策略 打的還是相當漂亮的 好 這個衝車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根城堡直接取消了 好 波斯戰相繼續產生當中 好 火象中解掉前方的槍兵 波斯戰相一出來攻擊的是正面的 衝車啊 暗條頓這邊黃金依舊還不能點下遊俠的升級 好 往前就去頂薩瓦爾騎兵 升滿的狀態 但是往前頂 波斯也轉出了槍兵的防禦力 OK 有火槍 也有槍兵 還有戰相 這個搭配組合非常難纏 條頓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些 老頭喔 來造一下戰相 或是戰到這個薩瓦爾騎兵 不是OK的 還是要火槍 還是黃金炮斷金囉 基本上黃金所生不多 只剩下156黃金 黃金基本上是歸零狀態 雖然後面有三聖物 但看起來黃金沒有辦法 還是受創到的精氣 好 這邊戳一戳 GG打了出來 條頓這一波看起來是無天 沒有辦法挽回這一場比賽 這個看起來條頓是有點初心大意了 城堡早點補下 點下金冠技術 控除的效果也是相當不錯 他前面補了兩根城堡之後 托斯沒有更多巨頭 讓他也不用轉穩這個巨型投資機 繼續拆城堡 那條頓這邊 似乎可以再挖點石頭 這邊再補一根城堡 讓托斯這根城堡起不了 他就還可以稍微抗衡 我覺得這個控土的意識 似乎有點慢了一點 還有這個補金的部分 稍微補了慢一些 木頭真的是挖得太多了 他可能真的很想要打這個衝車戰術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條頓 跟木材贏了一些 黃金的話則是波斯贏了大概2500左右 贏了數量非常多 16他贏了300 其實經濟上來說並沒有輸太多 軍事方面是波斯轉出的火槍 正面打擊對方條頓的騎士跟步邊部分 傷害力非常的優秀 所以可以拿到這麼量的KD 基本上是條頓的兩倍KD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按照片